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生活向导节目 我是千睿 今天我们来到了Saramonte起亚车行 来这里了解一下2023年的起亚EV6这款电车 那这款车呢入围了北美年度多功能的车奖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款电车 我们来看一看这款车的参数 2023年的EV6有5个版本 分别是Wind后驱单电机版和双电机四驱版 JT Line后驱单电机版和双电机四驱版 以及JT双马达四驱版 动力方面后驱单电机版为225匹马力 258磅英尺扭矩 四驱双电机版为320匹马力和466磅英尺扭矩 上述四个车款可最大拖拽2300磅 JT版的马力为576匹 545磅英尺扭矩 EV6采用全电动传动系统 提供强大的驾驶体验 例如JT Line双电机版本 4.6秒就可以达到60英里的速度 而JT版本只需要3.4秒 性能真的是不错 大家买电车最关注的就是它的电车的续航能力 还有它的充电速度 那奇亚这款EV6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 这款EV6支持400伏和800伏的多路直流充电系统 使用350千瓦的充电桩能在18分钟内将电池从10%充到80% 换算一下就是充电18分钟可以再跑大约217英里 电池方面EV6有两套电池规格 分别是58度电和77.4度电 最高续航可达到310英里 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 还不只是这些 EV6还可以当做一个移动电源来使用 例如出去露营时可以提供1900瓦的电力 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电器 还不止这些 奇亚的EV6这款车呢 还在Electrify American这网络上提供了1000千瓦时的充电积分 相当于3000到3500英里的免费续航里程 好车子的性能我们先讲到这里吧 那我们现在上车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这款车呢 坐上去视野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座椅很舒服 它的包裹性很好 感觉就像开起来就像开跑车一样 而且我们再看它的这种加速的流畅性 非常的好 非常的流畅 加速很快 而且它的全景的12.3英寸的这个显示屏 科技感非常足 总体来讲 这个车的内部空间不大不小 正合适 这款车呢 也同时配备了很多驾驶辅助系统 让司机会感觉到 让驾驶员会感觉到更安全 更贴心 刚才呢 我们也试驾了这款车 也了解了它各项的参数 发现这款车是相当不错的 它在性能方面真的是不输跑车 而且呢 续航能力也不错 而且它的充电时间也不长 车子的可靠性 也得到了JD Power的认证 而且还赠送充电的充电的点数 在质量方面 它有个10年或10万英里的保险计划 这款EV6呢 解决了一个续航的问题 也是充电的时间也很短 解决了你这些后顾之忧 而且在质量方面呢 它还有10年的保险计划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了解 有关奇亚的其他车款 欢迎来到Saramonte奇亚车行 来这里试驾 这里的销售将结成为您服务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